呢啊,我是小年 今天这个视频我很希望你能看完 因为它很特别 一段美好的恋情被最好的兄弟破坏 是什么感受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娱乐圈的一段恋爱 当金顶的爵士乐又一次在这座古巴小镇轻轻响起 掩埋的齐克情不自禁的乔塔记记忆中的黑白请见 干爹的威士忌划过冰凉的喉咙 已经过去了60年 那甜蜜到苦涩的回忆又一次敲开齐克的内心 在上个世界40年代的古巴 齐克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实力的年轻艺术家 他为钢琴而生,为音乐而狂 那时他的才华已经在路头角 是古巴赤手可乐的钢琴手 塔尔斯党见经济的罗马 常常会到一个酒吧循环作乐 那里既有高雅的古典音乐 也有风情十足的古巴舞蹈 一曲结束 舞台上站出来一位美丽命的姑娘 她的歌声动人心扉 齐克最熏于她的歌声和美貌 无法自拔 他渴望能够靠近她 能够和她说话 当然姑娘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缠绵的眼神 在罗马的牵线中 齐克认识了丽塔 但是在丽塔眼中 齐克和那些轻挑的追求者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蛮不在乎地转身离开 齐克能量沉醉在丽塔的身影中 说道 哇哦 那就是我想要的女孩 不仅是灵魂的伴侣 还是音乐的伙伴 她仿佛等待依旧 所以齐克和罗马跟着丽塔 来到瓦哈纳最有名的剧院 丽塔也看见了齐克 可突然舞台一阵骚动 原本要表演的乐队的钢琴手 出车祸 缺席了 丽队找到了齐克 希望她能够江湖救急 于是 齐克在训闹中 迷迷糊糊地坐上了钢琴的前面 这是一首完全陌生的乐谱 齐克害怕地想要逃走 但还是跟着音乐 完成了这次演出 她的琴声征服了在场的观众 也征服了丽塔的心 演出结束后 丽塔拒绝富豪的邀约 而坐上了齐克拉风的小摩托 他们去了齐克常去的小酒馆 那里有一家钢琴 齐克的琴声和丽塔的舞蹈 如此合拍 两人因为音乐而迅速随着爱喝 然后没想到齐克的前女友 突然出现在齐克的楼道 丽塔看到后 狠狠地甩了齐克一巴掌 这场误会 瞬间叫灭了刚刚擦出来的爱情火花 齐克希望丽塔 能够和她组成搭档的希望 也破灭了 当然 故事不可能因为一个简单的误会 就结束 齐克开始去酒吧 寻丽塔 去丽塔的住处 顿丽塔 舞会慢慢变成奋争情融化 两个人也成为最佳排档 唱了一首文情旧歌 成为了当夜的冠军 毫不意外的 丽塔出色的歌唱 赢得了不少人的欣赏 这其中 包括一位著名的导演 瑞恩 丽塔就像一块被埋藏的普玉 请教细琢后 一定会光彩夺目 所以丽塔的走红 只是实现问题 然而与此相对 齐克在丽塔的光彩下 显得黯淡无光 她的苦闷和自卑情绪 与日俱争 整日被不安和采集包围 此时的导演瑞恩 看中丽塔的才华和能力 准备和丽塔签约到纽约法展 纽约 那可是一座繁华美丽的城 那里有所有音乐家 梦想登上的舞台 那里有世界顶级的名人音乐家 那里有丽塔的梦想 那丽塔却拒绝了 因为瑞恩不统议在合约上 且唱了齐克的名字 可这件事 齐克并不知道 她只看到瑞恩将合同拿出来 便赌气了 那丽塔尽管去追求她的纸醉心米吧 自己则醉醺醺地离开了 丽塔被齐克的计划激怒了 但能就没有签合约 晚上 丽塔去找齐克 可是房间里没有人 她直接躺在头下的场椅子下等待 而此时落寞的齐克 已经醉倒在酒馆的钢筋前 老板娘齐克的前女友送她回家 这一幕 恰好被苦等待的丽塔看见 心 一瞬间破碎 丽塔转身离开 前往瑞恩住处 签了合同 第二天早晨 丽塔搭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和齐克此时和另一个女人躺在床上 来送她的只有罗马 罗马问丽塔 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齐克 丽塔说 那就再也不见吧 纽约的繁华 吞没了所有纯洁的追求 这里到处都是浮躁喧嚣的人群 到处都是繁华璀璨的浮光略影 丽塔很快就成为这座城闪耀的明星 聚光灯向了她 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 追捧她的人在台下 呼唤喊叫 路人随随便便 就赠送了她一辆百万豪车 可是当整座城安静的随去后 丽塔感到无比的空虚寂寞 过度的背影浓入了无尽的夜空 她并不是不满足现在的成功 总感觉心里有个地方 一直空荡荡的 一天 演出就要开始了 丽塔却看到捧着花站在她眼前的齐克 丽塔表现出明显的冷漠和疏离 可是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推开的齐克走上了舞台 演出结束后 丽塔走出会场准备开车回家 上车前 她的眼睛扫了一下门口 没有看到她想看到的那个人 但突然 齐克出现了 空气像被突然点蓝了一样 他们的热烈激问 紧紧地拥抱 丽塔终于感到了真正的归属 从来就爱的他们决定再也不分离了 丽塔也准备和卫恩结束签约 在上完最后一首歌后 他决定和齐克一起回到塔瓦那小镇 安稳的生活 但这件事同时为两个外人知道了 一个是丽塔的导演 卫恩 一个是齐克的经纪人 坚死当 罗马 他们都不想放开手中的肥肉 不想失去赚钱的工具 于是顽固扬知的谋划了一出计谋 就在一个喧嚣动荡的夜里 齐克参加完著名音乐家的葬礼后 就去了一家酒吧 然后没过一火 突然就现了一群警察 无视力摇动的连群突然狂装了起来 但没有人敢进去妄动 最后警察在齐克衣服带子里 做出了一包毒品 齐克根本来不及解释 就被逮捕了 接着又被强识遣送出国 丽塔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最后一举的晚上 齐克没有来 只有罗云默默地陪在身边 擦去他眼角滑落的泪水 并且安慰着说 这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吗 一切都结束了 这场断断续续纠缠不清的爱恋 再也没有棋子回生的可能 罗云和罗马各自带着满意地笑 离开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派人把毒品 摘到齐克的衣服带子里 他们也不感到愧疚不安 反而清醒自己的摇钱素还握在手中 毕竟牺牲一段爱情 来换取源源不断的财富 那谁来算都是一笔花得来的买卖 然而这个世界上 有了人是不做这种买卖的 至少齐克和里达不像 许多年过去的 齐克老了 为金钱出卖自己兄弟的罗马也老了 然而曾经的遗憾和后悔 鲜活地活在记忆中 罗马坦白了自己所做的措施 小智年轻的音乐家找到了齐克 希望他能够再次出席音乐会 弹奏一首曲子 为后辈留下一些可以学习的经验 那首曾经获奖的乐剧 再次弹气 齐克也怀念起那纠缠一生的爱情 萌发出了寻找丽塔的心 终于时隔半个多世纪 他们再次重逢了 此时两年都退去了青春的张扬和火力 脸上是斑驳的皱纹 干糊的双手触摸到了一起 唯有乐情的吻 依旧散发着当初的甜蜜 像一杯龙唇的酒 有着酒精岁月的身心 音乐和爱情的结合 诞生了一场伟大的爱情 看起来是最佳拍档 却能担持着各种误会 情侣是世界上最亲密 也是最脆弱的关系 唯有深爱 才可以经得出岁月的洗礼 世俗的考验 但多年后会一起时 你才有勇气说出 它是我的诗 我意识它的梦 片名 齐克和丽塔 醉过才吃酒浓 爱过才吃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个作品我感觉描述出了时间 还有真爱 可能有些人会说 毕竟是电影是动漫 那电影往往就是一场人生 所以希望视频前的你们 也能够珍惜 那份感情 不要因为误会 而错过了一段感情 对于爱 有太多太多的说法 所以今天的收尾 我想留给你们 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 你们是否 还相信真爱 我是少年 一位名人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另外的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